媒體能不能有立場是一個層次 媒體有沒有良心 恐怕又是另外一個人次 然後針對韓國瑜 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們現在有一個人最熟悉 最了解 過去這麼長一段時間 他被媒體這樣的一個對待 也就是韓晉辦的總發言人 王賢秋 賢秋你好 嗨 邀州 嗨 裴俊英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賢秋 在昨天的 這個總統辯論裡面 真的大家有一點錯愕 因為畢竟他是總統級的辯論 而且就這麼一場 那五家媒體代表的體問 應該都是非常非常珍貴 因為要針對我們的國家大政 那用一個已經被證實 不是事實的事情 要來凸顯他領導國家沒有誠信 我覺得其實韓國瑜人生氣 很多人是可以理解 潛秋 這過去一段時間 媒體這種黑是不是已經讓韓市長 已經沒辦法再忍受了 因為昨天這個所謂的問題 其實已經不是問題 他就是一種指控 而且指控的內容是 就像邀州剛剛說的 已經一再一再的在媒體上澄清 根本就不是事實的事情 而且他用一個那麼小的 細索的個人的小事情 那在討論他分配的議題 叫做勞工議題 其實五家媒體 他們分配的是種類 然後避免大家問題重複 所以五家媒體 他分配到的有勞工 有兩岸有經濟 各種不同的議題的面向 那麼蘋果日報的部分 其實是分配到的是勞工 但請問王好姐跟勞工到底有什麼關係 那麼甚至直接講落跑等等這些 應該是由選民來做評斷的事情 現在變成了媒體直接來提問 那麼當然我們這從我擔任新聞局 這一年時間到我辭職到現在以來 我們面對的就是長期被黑被污蔑 然後被攻擊的這個情況 我們真的只是很要求 我就自己做公關十幾年 大家對媒體都是很友善 更何況很多媒體朋友 都是之前的同業 好朋友甚至姐妹濤 但是我真的只是拜託大家說 給我們公平合理可以互相平衡的 這樣子的基本條件 因為媒體的天職是要找出真相的 媒體的天職不是要打擊一擊 成為任何一個政治人物 或是政治團體它的工具的 所以基本上要報導的是事實 這個是前提 這個是基本的新聞道德跟價值 那麼再來 如果你就算有政治立場 你可以通常媒體是永遠的在野黨 一定是用來攻擊的是 執政當局對於施政的現象 但是現在不是 現在都是在攻擊在野黨 挑戰在野黨 那麼這個跟媒體的基本價值 就已經是不一樣 它是有偏頗的立場的 那麼已經長期以來 不只是攻擊自己候選人本身 其實連他越附加18年前 沒有開挖 已經停止開起來的砂石場 都要用挖土機大規模去動員 那麼或者是娘家 他們娘家的房子 或者是任何的交易的行為 通通都被拿來 而且不是很平衡的 是被單一放大的面向的檢驗 那所以對一個當事人來說 他真的只是已經被黑太久 那個不平之名 正常人這麼長的時間 可能都已經崩潰了 他是已經連家人 還有甚至無辜的第三者 所謂這位王小姐 搞了半天也證明了 照片名字都弄錯 他根本就是一個無辜的第三者 路過幾十年前 都已經不聯絡的人 都被波及 那這種非常巨大的壓力 也導致他連在證件會上 問到這些問題 也難怪他一定要奮起來正式的 對他提出抗議 錢兄你這麼一講我才很驚訝 原來蘋果日報 他們被分配到的是要問勞工的議題 那我記得這個蘋果日報的代表 他在問蔡總統的時候 他就是問勞基法的修法 有沒有謙卑 謙卑 再謙卑 那他問蔡總統的時候 他就按照原本規劃的 這個題目 類型的題目去問他 可是問到韓國有時候 卻問他這一些王小姐 已經被證明不是適職的事情 其實他還包括宋楚瑜的部分 宋楚瑜還問他說什麼 你每一次參選都很倉促 那你要不要考慮 下一次參選的時候 不要這麼倉促 甚至你這樣子參選 會讓人家覺得 有所謂的這個什麼效應 就是說可能會最後 把你一個弄掉的這個問題 那我就會突然訝異說 蘋果日報原來對執政黨 在問的題目的時候 是規規矩矩的 那在問這個韓國有的時候 就問了韓黑的事情 這完全是一個指控 而且其實大家平良心講 我們大家學新聞專業的 我們在學校裡面 學的新聞專業 基本上心山色這件事情 是哪一個媒體帶進台灣來 大家心裡都很清楚 以前報紙上該有的標題 跟用字潛詞 是不會出現現在這麼撒狗血 或者是這麼甚至色情 或者是很心山的 這樣的文字的 是從哪一個媒體開始 我想大家都有公平 台灣的媒體從蘋果進來之後 有很大的轉變 這個是對和不對呢 就由社會大眾來做公平 但是在這政治議題上面 變成一個大家用八卦 用爬糞 用負面的檢驗的方式 而且針對特定的候選人 來攻擊的時候 那他就不是一個單一 應該要有的新聞媒體跟價值 那這個一樣是迫及到幾家媒體 他們業配的金額是特別高 以至於長期以來 有這麼高的金額 都獨獨的給某一兩家的媒體 以至於他們的新聞立場 也會有不一樣 那麼立場不同 我們也就尊重了 我們其實真的是已經很謙卑 謙卑很再謙卑的 也真的不想要真的得罪 可是不得罪跟你的新聞價值 言錯誤的提問或錯誤的報導 就算我們其他人都已經澄清過了 就獨獨你 大家都 父母都出來 你知道這個小寶寶的新聞 是錯誤的時候 結果你還繼續黑 那這種才是真的是很擺明了 就是不論是非 只問立場 只問他自己要黑的對象 到底黑不黑得到 謙卑講的可能就是兩例新聞 這個三例新聞 在昨天的辯論會後的記者會 三例的記者問蔡總統跟賴清德 他的問題是這樣問 我不是兩例新聞網 也不是中例新聞網 我是三例新聞網的某某某 那請教總統對韓國瑜 在辯論會上對你潑髒水的表現 有什麼看法 韓國瑜期待跟賴院長辯論 賴院長你會不會建議 請韓國瑜乾脆退下來選副總統 這樣的提問 我就覺得所謂什麼叫做潑髒水 這個都很明顯的立場 還有包括這個什麼要韓國瑜退下來 跟賴清德選 其實大家我覺得昨天 蠻無辜的是賴清德 中了好幾支劍坐在台下 我後來看記者會 他的表情有一點嚴肅 這個潛秋你怎麼看 三例的記者這樣提問 包括你剛剛講的 這個女藝的事情你怎麼看 就好像我們在記者會上 當我們其實說實話 第一時間並沒有弄清楚 全部的全貌的真相的時候 他就問我說這個小朋友的爸爸媽媽 已經出來抗議了 說很不滿 韓先生在沒有經過父母同意之下 去抱小孩 所以我第一個提問就是說 你確定這個是事實嗎 父母真的不同意這件事情是事實嗎 他就說對 網路上父母已經公開在網路上面 臉書上面表達他們的不滿了 那後來也證實這個是錯的 那麼在中午 今天新聞其實也隔一段時間 父母都已經出來澄清了 那你總該更正的吧 但是我們看到所有的天標還有測標 主播的背擺 主播的稿 全部都還是說 爸爸媽媽非常的不生氣 怎麼小朋友這樣痛就突然就被抱走了 然後他很不衛生 可能會引起衛生的疑慮 請問這個媒體基本上應該要有的 錯誤的引導的問題 不經查證的問題 那麼甚至還要用這樣來黑 一樣的道理 那同這些問題都一樣 包括我看到有另外一個所謂平面媒體 也在現場問 那個韓國瑜從頭到尾都沒有提出任何證件 在幾次證件發表會 甚至辯論會 你有什麼看法 這個就是直接作囚 因為跟蔡英文總統在證件發表會 辯論會上的說法是一樣的 可是沒有證件嗎 我們今天特別在早上記者會特別列出來 包括經濟 包括教育 包括文化 所謂六塊肌的概念 或者是各個不同的社福還有經濟 還有各台灣不同的論述 論述甚至能源政策 我們不斷的提出來 他們就假裝聽不到 就硬要扣你的帽子 就是他們長期操作的結果 還就是要告訴你 你他明明沒有提證件 所以你再怎麼說 他都聽不見 真的是裝罪人叫不行 譴求那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昨天大家有討論到中央社的部分 中央社總編輯他問的是說 這個大陸對台灣會分化滲透 他問韓國瑜跟宋楚瑜 如何在這個情況之下 建立良好的兩岸關係 不會失去國家尊嚴 有部分的媒體統頁 就認為說中央社的問題 其實沒有太大的針對性 然後他也問了蔡總統說 這個兩岸現在這種狀況 怎麼樣維持正常的交流 我們邦交國會不會再斷 其實比較起來 這個力道差不多 差不多 這個韓國瑜在昨天回答的時候 就說親愛的中央社總編輯 你可憐 意識形態把自己綁起來 有些媒體就會覺得說 這個會讓媒體覺得 有一些厭惡的感覺 甚至會有 以後如果當上總統 會不會前置到言論自由 宋楚瑜也藉機還講說什麼 你不要學川普 川普是一個很壞的例子 那你怎麼看這一個部分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本身 就已經先框住了宋楚瑜跟韓國瑜 直接把你們兩個認定是在這個被限縮的範圍之內 所以他回答的是說 你把我們限縮了 你看得太小 可是其實中央社我們大家也心知肚明 我們這段時間其實我也收到一些在中央社內部的朋友 他們在跑新聞的時候也常常一樣 其實跟山莉也沒有什麼不一樣 常說他的某些長官要求要做一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相對好一點 我其實憑心而論 他們好一點他們會願意用我們的平衡 所以他們來問的時候就說他們長官交代要黑 可是你至少給我們一點平衡的版面 我認為相對是好的 只是在當天的這個問答上面 市長可能認為他就是被限縮了 硬要扣你個帽子 就是在兩岸的這個問題上 硬要扣只有韓國瑜宋楚瑜 好 這樣你們才是對中國大陸的這個議題是有疑慮的 所以他才會認為你是把這個限縮了 那可能形容詞是用重了一點點 但是其實他只是要凸顯說這個有些媒體的提問 是不是有過度的針對性 而中央社在這段時間來 是不是內部有一些主管自己的本身立場 其實也是可以被檢驗的 請問他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韓國瑜昨天他在講 他其實強調的是蔡總統敗在一個字空 阿扁是敗在貪字 可是他講到馬總統的時候 可能口快了一點 他說敗在一個字軟 當下其實還有包括他後來講說2020 還要台大法律系的當總統 那有些這個包括馬英九的支持者 就會覺得說 馬總統其實最近幫韓國瑜非常賣力 不管是人道 或者是到了還改變他以前數十年來 冷冰冰講話的風格 讓這個現場氣氛很好 感覺他非常賣力 這個時候講馬總統敗在一個軟字 其實馬總統自己本人也有出來 就是說其實這個 他覺得韓國瑜辯論講得很好 就非常有活力 那個也主導了一切 那韓市長也第一時間 在臉書上已經有澄清 說不是這個意思 是說他人上太心軟了 那錢求你怎麼看這個部分 就是像我們知道昨天馬總統 他是一整天聽說是腳有點扭傷了 然後但是還是在南北的奔波 苗栗 桃園 高雄跑 在幫忙輔選 甚至在台上一直喊著韓國瑜凍蒜 我們知道其實馬先生是一個真的是格局跟氣度是很高的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對他表示非常的尊敬跟謝意 那至於他口快一時真的不是在意料中 是一時在談到這個國家領導人的特質 是不是有哪些色線的時候 談到這件事情 而他講到的軟 他指的就是心軟 還有宅心仁厚 以至於在一些很心軟的事情上 他認為其實可以再更強硬一點 我相信這個是風格的問題 因為他說他什麼都好 不管法治清廉 絕對沒有問題 因為沒有人懷疑 沒有人懷疑馬英九會貪污 也沒有人懷疑 馬英九會不遵守法治精神跟體制 可是可能就是在心軟這件事情上 在制度上面是不是能夠更有強硬的風格 我想這個是韓國瑜的意思 不過總是在這個時候提起來 還是讓馬英先生精彩不舒服 所以關於這一點 是韓先生是願意為了這一點 特別向馬先生表示歉意 因為他也不是真的要攻擊他 反而是最近蔡英文總統 動不動就把一些所有不好的 只要跟弊案或哪裡處理不好 就說是馬英九任內的事情 那麼或者就是有好的事情 經濟明明是當時在馬英九前朝 建制下來的歷程 你知道現在可以收割 他現在就說都是我蔡英文的 所以他其實也是在幫馬先生抱不平 說其實在蔡英文什麼都推 壞的推給別人 推給前朝 好的都自己收割的這個前提之下 他要幫馬先生說幾句話 他只是比較溫良恭儉讓 他的確是比較不會去跟他惡意的 去搶功勞或衝突而已 可是其實他並不是真的要 去批評或者是去指責馬先生 這一點是特別要鄭重的加以澄清的 我覺得馬總統其實應該沒有介意 昨天第一時間他在跑行程的時候 還有看到一些平面 因為是單機的關係 就是只有攝影大哥 還直接問馬總統 問得很直接 馬總統韓國瑜說你很軟 結果馬總統一聽到就大笑 因為這個對話感覺是有一點味道的 好 謝謝潛秋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潛秋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晚安 你 說不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